Hello 大家好 沙姐 今天沙姐看完醫生 復診了 都累了 所以今天不會太晚的 一兩節就算了 明天晚上8點半 就開Live 回答大家的問題 講一下我以前的事情 即是社會家珍 今天要跟大家講香港電台 真是很搞事 你會發覺人們臉皮一口天下無敵 香港電台今天就自己出了一篇新聞 他說我們去年也沒有那麼多人回應 今年就有很多人 有7萬個支持 可能有10,000個投訴 我們從來沒有試過這麼多支持 7萬多人叫多 還有我覺得他好像整天搞錯事 之前已經說了 你不是有幾人支持 有幾人投訴 所以就對沖 你是要處理投訴你的人 你就不是這樣對沖 還有我會覺得 不可以有人支持你 就覺得沒問題 那為什麼呢 如果 你今天 剛剛早期有人拘捕了一個中大麻 那中大麻那個人可以說 很多人支持我 很多人支持我 因為本土製作便宜很多 都沒有人反對 沒有人出聲反對 你不應該拘捕我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你中大麻就是錯的 你警察拘捕你是應該的 不是 有幾個人支持你 不是 我在旺角區賣毒品 不是啊 阿Sir 你看看有幾個人支持我 我買的毒品是便宜於外面的 純度很高的 你看看有多少影君子支持我 你都沒有什麼街坊來反對我的 對不對 這麼久都沒有什麼街坊來反對我 你是不是不應該拘捕我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他們的理念是有少少搞變 不可以用支持和投訴 打平這樣 不可以 你要知道 街坊沒有投訴你是因為 他都不知道你中大麻 我都不知道你影君子 你在賣毒品 是不是 街坊只看到 附近屋苑很多影君子 我不想那麼多影君子 大家就看到結果 但是不代表 他可能不知道你是賣毒品 所以沒有投訴你 或者不知道 所以沒有無門投訴 如果不是不代表他不會投訴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要看清楚 大家有時候 他們這些傳媒 就是用這些類似的方言 我有這麼多讚賞 現在才這麼少投訴 大家就會覺得 不是 好像什麼 但你又要想真點 就算我給他有七萬多個人 支持他 又怎樣 整個七百萬人 大哥 你百分之一 喂 不投訴你 那些 不代表支持你 是吧 99%的人 都不支持你 你還好意思說得出口 算了 那些人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因為有這些人 在誤導觀眾 在誤導市民 所以才弄到現在這麼嚴重 那些區議員 又是因為他們這樣誤導 所以有很多遊離票 可能去了那裏 加上他們有少少灑手段 就變成 有些是 就是建設陣營 有些是輸很少的 就是 其實你問我 我真的不明白選舉會 為什麼會覺得沒問題 我只是很簡單看一件事 其中有一個區 他說 他說 建設陣營那個輸了 不知道輸百多票 然後建設陣營那個說 不行 我要重新再點票 好了 點票之後 你有什麼可能會倒贏的 倒贏幾百票 來回500票 你怎麼可以數錯的 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 選舉會應該要檢討 大家4月7日之前 如果對 今次選舉 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發覺有什麼問題 不要冷辣 撿筆寫幾個字 去選舉會 如果你不認識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如果你有電郵帳 或者是想 你去找肥仔傑 他們可能會幫你 我幫你寫 你簽個名字 你去找他聊聊 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 他的移工電話 我每次都會在下面 大家就可以去找 所以大家 珍惜珍惜 今次9月立背選舉 真的 如果不是 真的 我都不知道 我老來 怎麼算 我不知道大家老來 可以怎麼算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 已經想定 如果真的不行 的話 真的可能 回鄉下就算了 大哥 因為現在 大家看看 黑暴和 疫情 其實 黑暴才是最恐怖 疫情反而都還好 你黑暴令到 自由行不敢來 又或者很多地方的旅客都不敢來 你現在有疫情 我之前都說過 就算疫情 香港已經搞定 不代表其他國家都搞定 而其他國家的經濟 因為疫情都變差的時候 他還會不會來香港呢 大家現在常常說 零售業很慘 酒店業很慘 他們是很慘 但是 我告訴你 他這個是第一波 因為他直接受影響於旅遊業 是第一波 背後好像有些洗衣房 因為酒店的那些 訂單少了 洗衣房 接著可能有些 接酒店的那些 洗碗碟那些 有些 或者是茶餐廳 接洗碗碟那些 有些工石精 接這些洗碗碟來 那些又會有事 開始慢慢 下去一波 就是他們 而 再錄一波 就是平時 我們 再錄一波 會撿的就是 賣電器的小企 大型的連鎖店 賣電器的 家電 電器的那些 就是卡人 兩個鋪 變一個鋪 都還好 但是如果 好像很小型 蚊型那些 專門賣電器 因為 可能靠街坊 你想想一個電器 玩多久 是不是 如果有些人 好像我 我以前 每隔兩三年 都會換過 一部 健身房 換過 一部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應該理論上 一早 可能今年 或者去年 應該要換一部 其實一部 是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我嫌它慢而已 我每兩年左右 兩三年都換我一次 一部 我今年都不會再換 用到去死為止 因為始終都需要錢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以前都 不要緊 看到這個電器多漂亮 我買 我會弄的 你知道女人的 我一定會弄的 我會試 可能現在都未必會 那更加 這些 賣大型的 或者裝修公司 更加沒有工作 因為除非你說 我是新屋入伙 我要裝修間屋 但是價值 即價錢 都會縮 本來想著豪裝的 現在 哎呦 糟了 我雖然買了間屋 但是我現在 用金收入少了那麼多 沒有用金 算了 又要住的時候 簡單裝修好了 本來想著 可能給二三十萬去裝修 或者三四十萬去裝修 不要了 十萬元就算了 不要多了 隨便不要特別裝修 隨便在大型連鎖店買來 砍砍砍砍砍就算了 不要這樣搞了 遲些有錢 才再裝修 這些 都是不會牽連受來 因為 如果你說 那些裝修 除非你真的買在新後 如果不是 你會不會再 再重新收拾那間屋 以前可能有些人都說 哎 我換過那些 先簽新加司 先扔掉那間屋 現在可能不會了 所以 其實 這些是一波一波去牽連的 所以 現在第一波就是旅遊業 之後還有其他波 但我也會這樣說 我有點看不過眼 就是有些行業 不斷欺負政府 現在又說 按摩推拿業 又說要政府補貼 其實我自己覺得 按摩推拿本身在香港 就不是一些可以賺到很多錢的人 因為本身香港按摩推拿 所以 那些技師 是在上面 差的 這個時候 是在上面 差的 所以 很多人都 情願上去 按摩推拿 都不會在香港 當然 我不排除 香港是有的 一定有好的按摩推拿 但 相對平均水準 是不及大陸的 和相對平均水準 是偏差的 而 那個那一行 的水準 是參差的 所以我覺得 會不會有些人是借機 我不是說那個 會不會有些人是借機 想說 誒 成績又屈政府一筆呢 這樣 我覺得 政府就是因為太弱勢 所以就搞到現在好像 每個人都說 我失業 疫情失業 可能其實 你沒有這個疫情 他可能都是沒有生意的 我佐敦那邊 很多店舖都是 不是這個疫情 都是沒有什麼生意的 黑暴的時候 也是沒有什麼生意的 因為他基本上 不是做本地 是通常接待一些外地 大陸客 外國客 那些 你黑暴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生意的 只不過黑暴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藉口民政府 拿錢 現在疫情就有藉口民政府 拿錢 我希望 在這段時間 大家都不要每次都說 政府怎麼怎麼 政府要給錢 給錢 我想 大家要想一下 之後怎樣 疫情過後會怎樣 可能疫情未過 黑暴已經來臨 我們應該怎麼打算 政府是不是只可以 派錢 就救你一輩子 我自己覺得 大家是需要想這件事 這次就說到這裡 拜拜